本期课程是由每日中文课官网赞助播出 你为什么不管孩子 在这里管这个字的意思不是管理 不是上级管理下级的管理 也不是干涉约束 你不要管我那个管 在这里的管指的是照顾关心某个人 比如有的妈妈会抱怨 我老公每天下班 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 从来不管孩子 不管孩子的意思就是指 他不照顾孩子 不关心孩子 比如不帮助孩子穿衣服 不陪他们玩 不管孩子 再给大家一个例子 假设你最近生病住院了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会来照顾你 每天给你送饭 但是好几天你都没有见到她 现在你要给她发一封短信 你会说什么呢 你可以这么写 我一个人在医院待了这么多天 你为什么 天空 你为什么 不管我 你为什么不管我 在这里 管的意思是关心和照顾 你为什么不管我 你为什么不关心我 不照顾我 你知道吗 每日中文课 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官网课程平台 成为我们的官网会员 你不仅可以看到比YouTube更多的中文课程 同时还可以下载管理每一节课的中文ebook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中文ebook到底有什么用 比如你觉得今天的话题太难了 或者我的语速太快了 你需要查询生词 学习关键句型 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 已经把每节课的字幕 编写成了一篇篇的中文文章 在文章里 我们会标注出 关键词汇 核心句型 帮你更快 更高效地 掌握每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还有一个最棒的消息是 如果你加入每日中文课会员 还可以定期参加线上见面会活动 如果你想成为我的学生 定期通过线上的形式 用中文和我聊天 那么快点加入每日中文课官网会员 我在那里等着你 非常期待你的加入